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所以一樣的嘛 所以Memory這邊的架構是這樣子 使用上你也是要留意 所以它不是無線的 尤其GPU我們說它的Memory Size其實還 蠻limited的 所以你可以看見很多的Size 都是只有到Megabyte的等級 其實現在很多大問題 巨量資料問題 你的資料Size很容易就幾個Digabyte 對不對 可是這裡你可以看見 它就只能夠到 這個其實就只有11個Gigabyte 就這樣子 你沒有辦法再上去 那 一樣這個你可以用Capability 去查 那這只是例子 對不對 就是這個1080 也是各位我們這堂課 的這個機器 就是用這個Device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個參考 但最保險自己去試一下 用這個Command去看到底Limit是多少 所以可以看到GlobalMemory 最多只能LK這麼大而已 然後這我們後面會說 ConstantMemory其實 你的用空間更小 它跟GlobalMemory基本上是一樣的 the access scope 但是Constant顧名思義 它是一個read-only的Memory 所以你一旦從host寫過去之後 就不能對它修改 不像GlobalMemory 你寫進去之後 你還可以透過Kernel的Thread 的這些access去修改裡面的值 它是可re可ride 但是ConstantMemory 它就是寫進去 它就是不能夠去用GPU 去修改它的值了 好 然後ShareMemory PerBlock 你可以看到是PerBlock 所以它不管你是哪一個thread 去使用的 LK的時候就是 LK所有的最多access的到 但是它就只有48MB 所以其實蠻小的 因為一個block 你的thread的數量 可以剛才看到幾千層 幾千層這樣64 對不對 可是它們total只能夠用64MB 所以你會發現 當你的平行度非常高的時候 其實Memory的pressure 會非常的大 其實是每個月分道會非常的少 然後register register就是存你的local variable 所以你可以看見它的更小 就只有這樣子幾萬個 這個這個空間給你使用而已 所以一個層次其實 你當你在寫 你的kernal function的時候 在GPU program這邊 你的local variable 其實不能夠declare的太多 我們會不會講更多的 detail 就是如果有ok很多的話 的結果是 它會讓你這麼做 但是它不會存在register了 它會被kick out 然後跑到這個另外一層去 所以它的速度有可能會變慢一些 好 所以這當然就跟你的效能有關 有時候tuning效能 其實答案的結果是 減少你的local variable的數量 因為你的register file其實是不夠的 好 所以我們介紹完剛剛的這個Memory 然後還有這些執行上面 所以整個整理下來 就是我們說的 host是CPU device是GPU kernal就是我們要執行在GPU上的function thread是最基本的執行單位 但是它被schedule的時候 其實是以block為單位 而且block之間的thread 它才有辦法去做synchronization的動作 那最後整個kernal 其實我們就稱為是一個grid 就是有很多很多block所組成的 那block之間你是沒有辦法做同步化動作的 好 所以這個是 在kuda programming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記住這些基本的原則 然後你的層次的這個obstraction 跟hardware architecture的對應 在心中就是always會有這個image就對了 好 所以這有些簡單的問題 讓大家可以去審視一下 我們解釋完了 這些很多的定義了 所以你可以這個看 這幾個問題就是可以去clarify 你的這個認知是不是正確的 所以像第一個 一個kernal它可不可以run across multiple sm的processor 大家覺得怎麼樣 應該要是可以 所以原因當然是至少這個kernal 你要有很多個block而組成的kernal的話就可以 因為這些kernal 它就可以去執行在不同的smprocessor上面了 那所以像這個 這個如果我們剛才解釋了 這是run你的kernal的方式 那前面是你有多少個block 後面是你的block有多少thread在裡面 那所以像這邊說 我們的kernal是不是可以這個 我們不是說可以喔 have to 請注意是have to 所以說如果我說我有十個kernal 十個blocks組成的kernal的話 我是不是這個kernal 一定要run在十個不同的sm上面 答案是不是 因為scheduler決定 只要有空的smprocessor 它就可以執行這個block 所以有可能它就會被擠在同一個sm 只要那個sm的core是夠大 夠多的 也有可能真的就可以散在十個sm上面 這個沒有一定 所以這個mapping的關係是由scheduler決定的 好 然後 同一個block的不同的thread 可不可以在不同的sm上面執行 不行 因為一個sm是以sm為單位 你block是以block為單位去做schedule 對不對 所以同一個block一定是run在同一個sm上面 所以它才可以有share memory propershare memory去做溝通 好 那再來 這兩個launch的方式 對不對 看起來很像 1跟100 100跟1 意思都是我有100個thread 來跑這個層 這個kernal 可是它們其實是不一樣的 而且我們後面會解釋到它 對於效能的一些影響 那這兩個很大的差別就在於 這個意思代表我其實只有一個block 那這100 這100個thread 全部都在那個block裡面 對不對 那第二個類是指說 我有100個 我有100個block 每個block才一個thread而已 所以一些很明顯的優缺點 對於使用者或是效能而言 如果是這個case 因為它在同一個block 所以你可以對這些thread做signalization 你也可以用share memory 讓這些thread的溝通 但是這一種launch的方式就不行 雖然它們的平行圖是相同 但是你能夠做的事情是不同的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它拆得這麼細 好處就在於 我有100個block 所以這100個block 可以被完全independent的去schedule 所以它被schedule出去的 waiting的時間有可能比較短 因為只要有call 它只要找一個sword就夠了 它就可以執行了 它不需要等到你有100個slot available的一個sm 它才能夠去執行這個block 所以它可以拆得很細 所以這些block其實應該可以比較快的 開始去執行 如果它們完全independent 其實這麼做 其實可能會比這個要好 當然1是比較extreme 其實會太細了 因為如果剛剛大家有稍微注意的話 我們的這個執行是以work為單位 所以如果這邊是32 比較make sense 如果你拆成到1 其實剩下31個slot會被浪費掉 因為它是32個單位一起執行 對不對 就是後面我們都會再多提 所以其實1有點太過分了 就是過分到其實 Hardware它也沒辦法找到一個單一的空位刷給你用 它一次就是一個work的空間給你用 所以Tyson32 其實就可能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了 好 然後再來 為什麼這個share的memory 只能夠被同一個block的thread來使用呢 因為如果你是不同block的thread 它們可能根本被排到不同的sm的processor上 所以根本不存在一個共用的physical的share memory 對不對 所以當然沒辦法 Hardware的限制就在那邊 好 然後為什麼我們必須要去cull 在block裡面 為什麼我們在有datadependency的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去cull thinthread 因為它們有可能不是physically的error 它們可能不在同一個warp之型的 所以就會出問題了 好 那為什麼 thinthread 我們為什麼不讓它support across不同block的threads呢 因為這樣子就會強迫所有的sm processor都被同步化 等於是你整個gpu globally的有一個barrier的存在 那這樣其實會很容易大幅下降你的平行度 然後會造成很多的synchronization的idle time 所以gpu的效能會強迫太多 所以它不support這件事情 那你想要這麼做也就代表你的寫法要改變 不然你也沒有辦法發揮gpu真正的計算效能 因為你加一個barrier 它會很慢 那麼慢你還不如就是跑在 甚至於跑在這個一個block裡面 說不定你會發現還跑得比在一堆block要快 因為一個block對不對 它就可以不斷地計算 好 那所以我們就講完第一部分 基本的這個概念有建立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看一下真正hooda 它到底formally 它有哪來定義哪些function 怎麼樣對應到我們剛才說的那些概念 好 那所以cuda language 其實我們說過它只不過是一個language的expansion 尤其是c跟c++的 所以它就是會c會c++就可以去使用cuda 那它最主要的function其實不多 你會發現還蠻少的 重要的啦 重要的不多 基本的不多 那最主要就是這個kernel launch 也就是去執行offflow一個function到GPU上執行 那我們之前都看到這個function code 但這是完整的 其實它有四個argument 我們剛剛只看到兩個 就是你一定要specify的 後面兩個是optional 其實兩個不重複了 就是number of block 對不對 per grid就是整個kernel 然後這個block的size 就是一個block有多少frem 後面兩個我們都會交到 只是沒那麼快 都在優化的時候 一個人是shear memory的size 所以我們去launch個kernel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用到shear memory 對不對 那這個shear memory其實要allocate 什麼時候allocate 在這邊 所以當你launch個kernel的時候 其實你就在這個時候 就已經要specify 你的shear memory的用量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發現其實 CPU跟GPU他們其實並不是很緊密的在合作 所以其實所有對於GPU上面 device上的控制 你其實都只有在launch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specify好 它基本在run time CPU已經沒有辦法對它做什麼控制了 所以都是在compile time的時候 它就已經定下來了 所以這些location 都是你可以說叫做static的 它不是run time 你可以在那邊說 我在增加你shear memory的空間 其實是做不到的 因為就是其實很複雜 就是這是兩個不同的processor 自己做自己的事 那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用share memory的時候 就是用這一個參數 比如specify 你到底要多大的 這個share memory的空間 然後 所以是這個方式 然後咧 第四個是shrim ID 我們之後會提到的 就是一個kernel咧 其實我們剛才說過 一個kernel它是 被shrim ID 不同的kernel 它只能一次執行一個kernel 對不對 但有的時候 我們會想要讓kernel 跟kernel的執行 做一些overlaping 因為譬如說 你第一個kernel 它在做計算的時候 我就要想要傳 第二個kernel的 memory的資料過去 你可以把它的計算 跟memory copy的時間 把它overlap 像pipeline一樣 大家可以想像 這種pipeline的這種做法 可是原來的定義 所以kernel它是必須是一次執行 所以你沒辦法做這個overlap 但是咧 這系統現在的GPU 就support一個叫做stream的 我們後面會解釋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 現在可以把kernel 拆成比較小的這個stream 那stream之間 它能讓你去overlap 所以一個stream其實跟kernel 如果我們沒有使用stream 沒有使用這個option的話 我們在執行的這個kernel by default就叫做stream zero 但是其實你可以create 對這個kernel 可以create更多的stream出來 然後stream跟stream之間 它可以同時執行 它可以concurrent的執行 我們後面提到了 所以這個是一種優化就對了 就是把kernel的執行把它pipeline 然後去hide你的memory 你的memory傳輸的時間 尤其是betweenhost 跟device的這個時間 好 然後這個building的variable 就是這些對不對 ThreadID,BlockID,Dimension 所以這個就是長度 比如說我們該 所以這個值其實對在這邊的 NB其實就是你的breed dimension TNT就是你的block dimension 你的程式裡就會知道這個資訊 也不需要自己再傳這個argument 好 然後這個最重要的 當然有很多 就是它會support一些intrinsing的function 比如說這些function 是只有在kernel code裡面才可以執行 也就是只有GPU 認得得這些function code 所以就像thinkthread這個指定 對不對 它是GPU要去block 一個blocks裡面的所有thread的指定 所以這種就叫intrinsing function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thinkthreads 好 後面這些就是一些specifier 我們之前已經看過了 global 所以global 它的意義就是 這是一個kernel function 除此之外 還有device跟share device跟share的差別就在於 device的意思就是這個function code 它被compile之後 它就會只會存在於 這個device這邊而已 或者是說它也可以拿來去sify說 它是一個device這邊的一個verifle 就是它是在device的memory上面的這個verifle 然後 所以裏面檔後面記得是function還是verifle 我們之後會再把它再講細一點 然後share的話 指的就是它是一個share的verifle 所以就是 我們不是說一個verifle你要放在 這個share memory裡面 還是global memory裡面 對不對 如果你要放share memory 那你在declear這個verifle的時候 前面就是壓share 它就知道了 可是有一點你要注意到這個是 在compile time你就declear 所以其實在compile time 它就會知道你poto要用多少share memory 那這個share memory 跟我們這邊提到的這個share memory的差別在於 這個share memory的目的 是要把你的這個 在run time的時候 你多locate的一塊空間 那這個其實是你在function裡面 就declear好的 所以這個值 你可以看見它是run time的時候 這個其實就是你執行之前 所以它算run time 但是在執行之前 就是kernel要執行之前 你要決定好的size 那這個是你基本上寫cord 你多compile的時候就會決定好 所以run time是不可能動的 所以這樣會有一點差別 好 那再講到我們第一條 剛才提到的這幾個重點之前 我們就一個一個講 那第一個是ID 就是你需要去 需要這個 它已經given你的ID 那我們之前其實有提過了 重點就是 就是用這四個 thread跟block index 然後它的這個大小 那這邊的補充的是 我們之前看到都是 one dimension的應用 但我們說它其實可以 three dimension 最多three dimension 所以所謂three dimension 就像這邊這樣 這是two dimension的一個例子 所以它的ID其實你可以看到 是有兩個 對不對 它其實是一個二乘三的 這個樣子的一個shape 所以我們的index就可以用這樣 00 11 然後10 這樣子的方式去indicate 其實沒有差別 其實純粹是programming 比較方便而已 因為很多時候 GPU處理的array 或是圖 它們都是2D或3D 所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去index 你的層次寫下來比較好寫 對不對 你不用自己在那邊做轉換了 只是這樣子 好 那 不只是你的這個block ID 可以用這種三維 你可以看見thread的ID也是 好 所以其實 這兩個index 或者這兩個dimension 它們都可以是 這個 最多到三維的 這樣子一個data type 好 那只不過如果今天你想要用 二維或三維的話 請注意 你必須要用這一個方式 去 這個declare 你的這個variable 好 就是比如說你有grind dimension 對不對 像這邊 grind dimension的話 就像這個例子 grind dimension 這個 三二嘛 所以這個你要用grid3 這樣子的這個 data type 所以它indicate的就是 它會有三維 但是你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只要寫兩個 兩個 就代表它是二維 如果你再加第三 它就是三維 所以就是 3乘2 那就是這邊這個例子了 3乘2的 一個shape 好 然後你去logic kernel的時候 你就只要把這個值 對不對 這個grid跟block 你detail variable把它放進來 所以這樣子就是 你launch的一個kernel 是這個多維的 這樣子shape的一個kernel 那如果今天只一維 就像我們前面看到的例子 通常就不用寫這個variable 就直接寫這個value下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要多維 一定要用這個dimension3的方式 去declare這個 它的shape 好 好 那 所以 一樣 雖然是這樣多維 但是還是一樣 eventually就是它都會 每一個thread都會有一個unique的index 只不過 你會用這個.x.y.z 然後一起去描述它 好 那 所以這就是一個比較concrete的例子 所以像這邊來講 我們就是在加一個array 不過重點是在於這個i 就是說 我們這個launch 這個不同的launch的方式 其實我們i的目的就是 簡單來講 就是這個thread的unique的index 我們這個array 所以我們要知道 今天我launch了這個kernel之後 我這個thread 到底它在array上的index position 是多少 那這個i的算法 就depends 你到底怎麼描述這個index 這種描述的結果都不太一樣 就是有三者 都是100個thread 但是一個是100 一個是110 一個是10跟10 所以當然你寫code的時候 你當然要知道 自己到底是在用哪一種方式去描述的 然後轉換成正確的這個index位置 好 所以第一個 1 100 所以一樣 大家記得是指的是只有一個block 但我有100個thread 所以當然i就是我的thread ID了 對不對 那如果我有100個block 然後一個thread 那我就是用block ID才對 我不應該用thread ID 因為thread ID都是1 所以你不要弄錯了 那如果是10乘10 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自己要去展開來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dimension 為什麼會需要 就是像這種case 你把它serialize的時候 你就會需要知道 這個dimension它到底長度是多少 那當然我們這邊例子還算比較簡單 就是1dimension 如果有xyz 我想大家是知道的 就是你還要去考慮到 xdimension長完再長1dimension再展zdimension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考慮到 你到底是幾維的這個index 好然後最後這個 對 所以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這是通式啦 對不對 所以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算得出來 然後 這個就是 所以block 其實你可以任意值 因為blockdimension會告訴你 你的block size是 或是 好 好 那知道intex之後 就回到我們講的另外一個 就是前面的specific qualifier 對不對 去描述function 或者是這個variable 好 那你就可以看見了 好 我們剛才說的device function 指的就是 這個function呢 它只會被在device 也就是gpu執行 就是這個程式嘛 它不會被compile成host 也就是 比如說插發 有instruction 根本就不存在 好 它只能夠被 在gpu上執行 好 那global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entry point 就是我們offload過去的 那個kernel function 所以這個device function 是被誰用 其實就是被global function 用 對不對 所以global function它會run在 是由它進入到gpu 那這個gpu裡面 你當然也可以用recursive code 這些function的寫法 都可以 那如果這個function 只有在gpu使用 那通常會建議 你就寫成device 因為你寫compile成cpu的 你也不用 所以也是浪費了一個code在那裡 好 那host剛好就跟device相反 所以它就是 只執行在cpu的 那通常我們寫cuna 你不會看見host的這個specifier 或者qualifier 因為 你不寫 就by default 就是host 所以 你會看見原來c 就是我們host端執行的function 是我們沒有加入的qualifier 因為它就是run在host端的 好 那最後一個case是 你可以把它combine 又有host 又有device 這個意思就是 這個function code 它會compile在gpu端 也會在cpu端 也就是你兩邊 都可以去call這個function code 那當然如果你在gpu 你從global這邊 去call到這個function code的時候 它就用它的device 版本compile出來的程式嘛 如果是你host端 call到這個function code 它就用host端 compile出來的 這個intruction去執行 所以 也有可能嘛 就兩邊 剛好要執行到相同的function 那就可以 可以yourdevice有host 所以看你的需求就對了 所以看你的需求就對了 重點是這個呢 qualifier的重點就是 讓compiler知道 我到底要不要generate這個function code 還有這個function code 是不是一個kernel code 所以我要去考慮到 它是可以被offload到gpu的 還是不行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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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是function 對不對 另外一個我們需要知道就是variable 所以variable 也就是這幾個 就是device constant跟share 所以你又看到device了 但是只是剛好 所以這邊variable的話 如果你有device 就是global memory就對了 所以就代表 這個variable 是在global memory上面要被locate的一塊空間 那如果是constant 我們剛才有解釋 它其實跟global是相同的 但它是一個read only的一個空間 所以它只有在你這個kernel launch的時候 initialize之後 這個詞就不能夠被修改 如果你去修改它 run time修改它 那就是一個error 它可能就被ignore 或者是就exception的跑出來了 那好處是什麼 後面的architecture 我們再跟大家講 簡單來講 constant速度會比較快 跟global比 因為它是constant 所以它在gpu hierarchical裡面 它會做caching 因為它是read only 但是global 因為它有read有write 所以gpu為了要減少 這個ata consistent的issue 它不做caching 所以每一次你去讀它 它都必須要到global memory讀 但是如果是constant 它其實會cache在share memory那一層 所以它速度會快一點 好 那最後就是share 對不對 那share就是share memory 那注意的就是它的lifetime 是跟著這個block的 不像前兩 它的lifetime是跟隨著application 所以你這個block執行完 它就沒了 但是kernel的 發global memory的 你可以across kernel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就是lifetime是完全不同的 好 那以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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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